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行还有一些比银行更高的一种像什么这个贷那个贷这些的话 这个30万那个50万我凑出一二百万来当首付 这是一种利息相当高 而且这种贷款要三年之内最多三年有的两年还完 这等额本息的是很贵的 第二类什么呢 第二类它叫做这个消费贷款 大家明白了这个消费贷款跟那种无抵押信用贷不一样 它是什么呢 是你有房的话把房子抵押了 然后你有企业的话把企业抵押 如果都没有或者房子二抵怎么样 给你想办法总之都有个抵押物 甚至可以怎么样呢 它先借给你 你去买了房子以后把这个房子拿回来再抵押这样的 这种消费贷款 第三类是什么呢 第三类是直接空垫 这个空垫的话呢 就等于空手太白狼 有很多时候中介给你垫的 比如说这个某些黄的绿的中介 它自己有钱呀 它自己的话用自己的金融平台来给你贷 但是这个成本呢是更高的 总的来说这一些吧 对于大家来说 可能大家至少没有用过的话呢 你也听说过是不是 过去的情况可以 因为你想我买这个房子两三年 限售两年三年 我就不能把它卖出去了 卖出去以后呢 我把这个钱还完之后 我还能剩一点 空手套白狼 等着它整个升值 这在过去的二十年 是一个屡见不鲜 而且在绝大多情况下成功的一个事 是吧 这个是胖子理解 但是呢 你想现在 首先你有限售是不是 如果这个房子限售五年 你首付这个信用卡 三年就必须还完 那这三年的限金流压力有多大 第二个 经济形成这样的话 你能保证自己的限金流不断吗 你要万一失业了怎么办 第三个 谁跟你说房价 还会一直那么翻着滚的往上涨了 咱别说房价跌 就算房价慢慢涨 你算一下你的资金成本 第四个 这个事理论上 它是一个违法违规的事 国家因为这个呀 已经处罚了好多的这个 不光中介啊 处罚了好多银行了 比如杭州的也有 比如这个南京的也有 处罚了好多银行了 所以胖子告诉大家呀 不管这个卖房的人啊 怎么跟你再怎么说 说你看现在怎么的 我给你想各种办法 你一定记住 买的没有卖的精 人家就是为了把你套进去 将来真正还钱 是你自己要真还不上 成了老赖了 然后这个个人破产 这个家里被收拾等等 那也是你自己是不是 想买房没问题 好好赚钱 好好攒钱 咱们走一些正规的渠道 千万不要跟国家法律对着干 欢迎关注金融民工 及胖子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首页 搜索金融民工及胖子 点击头像 就我的头像 进入主页 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跟胖子的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 就可以观看了